蜜角蜜糖蟹骨 其實我覺得蜜角是我們被中國人 極度忽視的一個配料 其實蜜角煮很多東西都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就選了一些蜜角的食譜 來和大家分享 我今天就來教大家做一個 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是很簡單 而且一定好吃的 叫做蜜角蜜糖蟹骨 大家也知道豬有多貴 另外一樣的代替品是雞翼 雞翼是邪惡很多 因為有雞皮 大家去買牌骨的時候 不要買太瘦的牌骨 因為太瘦會變得乾燥燥 牌骨最好事先醃一會 我們煮這個菜的時候 就不要加太多鹽和豉油 因為蜜角本身是一個醃製品 所以它本身裡面已經含有鹽 這種就是漂亮 因為有時候你去街市 你會買到一些鹹魚、鹹菜、菜乾的店 就會有蜜角買 有一種蜜角是軟的 即是比較粉 要買這種蜜角是乾的 蒜和蜜角的處理方式就是 你一定要把它們一起剁 就不要蒜還蒜 蜜角還蜜角 把蜜排放進去 可以攤開 然後慢慢煎一下 如果你是煮雞翼的話 就不用加剛才那份的油 因為本身雞翼的皮已經有很多油 如果再加油 你就會變成 一會兒加上蜜角和蒜 你就會覺得太油膩 很香 有雞翼 煎雞翼的味道 如果煎雞翼更邪惡 其實 當看到排骨已經在骨的附近 開始有少許泥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熟了六、七成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蜜角和蒜 放進去炒 然後把蜜角和蒜 我不建議這個菜是加水炒的 最好是小火乾煎 乾到它熟 這樣才會有那種斜惡 斜惡 的脆感 通常下蜜糖的時候 就是準備起鑊的時候 我會把它關到很小火 因為蜜糖是一個不適合高溫的食物 由於今天 在Stella 就買了一種燒烤的蜜糖 不幫我試的 是SEO SEO說燒烤蜜糖就可以了 其實燒烤蜜糖也不是說不好 只不過 燒烤的蜜糖 它比起真正的蜜蜜 它少了一種香味 等了很久了 先試豆 會不會太熱 是會的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我想要白飯 是SEO 麻煩 一個英俊 一個英俊 麻煩 你看到蜜糖呢 它也是有 一滴一滴一滴 它的外面是脆 但是肉很軟 很軟 還有不鹹 剛剛好 然後又有蜜糖的假香 這個燒烤呢 吃它的時候 你會吃到那種香味 當你吃過排骨的時候 又多了一種的味覺 對 味覺 多了一種的 味道 味道 另外一道的 南國的菜式呢 就是 南國鮮蝦 紫蘇意粉 如果大家不想自己又剝蝦殼 又挑蝦腸的話 大家可以用冰鮮蝦 新鮮蝦的話 就有一個寶藏 就是它的膏 先處理蝦腸 這個蝦都很乾淨 我們在第二節 拔蝦腸出來 平時如果是炒蝦的話 我是喜歡把它開邊 因為我覺得開邊了之後 炒出來比較好 二來就可以有餡 是放在裡面 或者有些味道 都放進蝦肉 我覺得意粉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呢 我們始終是炒一個澱粉質 如果我們把它切得太大顆 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沒那麼開心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腩殼 就真的切得再細粒一點 大概一個這樣的手指位 一個圈 就是一個人的份量 因為有時候太多意粉 是不好吃的 但我們今天會用新鮮的意粉 這個意粉 其實是我姐姐的餐廳做的意粉 是我姐姐每天去新鮮做的 煮意粉的時候 記住記住記住要下葉 第一時間 我們先爆香蒜片 輕輕爆香 你聞到有香味 就是先放車尼茄 其實在煮的時候 有一個留意的一點 就是肉那邊 就是你切開的肉那邊 是要在底部 還有不要放鹽 重頭戲 就是這個蝦膏 放進去 很香啊 對 那我懶角究竟什麼時候放呢 就是當你炒到蝦 它開始變紅色了 那大概呢 是炒它 10秒 好 那就已經要加意粉了 哇 姐姐 不用 應該是 我沒試的 你沒試的 我試吧 聞到這股味明明是在炒意粉 但我也想要白飯 哈哈哈哈 因為紫蘇啊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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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l啊 這些類別的香料 其實它不適合 高溫炒 高溫炒 其實它就沒有了那個味 所以我們要關火的時候 才去放 我沒有東西幫到手而已 是啊 你放下了 但是 OK 我怕辣到你 我真的怕辣到你 有多少分啊 好啊 哈哈哈哈 好厲害哦 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平時在家住 我都沒有那麼奢懷 有這個新鮮意粉 但是我們今天有 所以是很好的 吃不吃啊 好了好了 不要吃了 小巧 吸機了嗎 吸機了嗎 OK了好 吃了 吃了 牛仔給我洗碟碗吃啊 沒有啊 很少我這麼大聲 要有得上鏡才有吃 耶 不要脫她的口罩